這位法師 尊敬的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洪委員賢康麗 尊敬的劉理事長 尊敬的這位老師 這位同學 大家阿彌陀佛 首先非常歡迎我們 這位嘉賓 這位老師這位同學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 兩岸三地 中華傳統化青年學習營的活動 剛才我們很難得 我們聽到我們洪委員的 開示 可以說 把我們敬老和尚 講的重點精華 可以說面面俱到的 給我們點出來 可見得我們洪委員 他不是講的 平常在家裡真的在用功 現在從政退下來了 那麼來接觸佛法 傳統文化 這個非常有心得 值得我們年輕人 大家來笑話 來學習 首先 也是要先把這次阿 為什麼 選擇 講這個太善感應篇 的因緣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揮報 這次我們的主題阿 是 以義載道 邪因果 下面呢是 七級畢兄 這個 得到啊 幸福 七級畢兄 得幸福 這是我們這一次阿 講座的一個主題 就是講英國 英國阿 就是 講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我們 人類阿 不管中國人外國人阿 都是有一個共同的 祈求 就是 希望阿 一生過得平安 過得幸福 希望阿 能夠七級畢兄 沒有人阿 希望阿 得到凶齋 沒有吉祥 沒有人是希望這樣的 都是阿 希望阿 能七級畢兄 得到平安 幸福 這是我們人類阿 不管中國人外國人是一個共同的 祈求 就是求這一個 那包括呢 我們講信仰宗教 我們信仰宗教呢也是 期望阿 得到 平安幸福 消災免難 或者沒有信仰宗教的人 沒有信仰宗教的人阿 不代表阿 不代表阿 他不要 七級畢兄 他還是希望得到 平安吉祥 所以這個是人類阿 共同的 需要 需求 但是我們 看到 看到現前的社會 還是這個 兇災的事情阿 不斷的發生 發生在個人 發生在家庭 發生在社會 發生在一個國家 哪次阿 哪次阿 發生在整個世界 現在呢 我們看到整個世界呢 實在講阿 我們現在 處在這個世界阿 並不是一個太平盛世 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一個 大時代 天災人禍 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嚴重 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到整個世界 我們如果 平常阿 有留意這個新聞報導 就不難發現 但是我們人 都一直在追求這個七級畢兄 怎麼越求兇災越多呢 好像這個 吉祥的事情阿 越來阿 距離我們越遙遠 現在整個世界的 人類阿 就 如同我們敬老和尚 在講習當中 常常給我們 講的 現在人阿 過的生活過的日子阿 是富而不樂 貴而不安 有錢阿 這個物質享受 那比過去阿方便 豐富太多了 但是 心理上阿 並不快樂 有財富 但是呢 過的日子阿 不快樂 貴就是有地位 做大官的 沒有安全感 不安全 現在呢 現在呢 大家如果到美國去阿 或者到其他國家呢 都會感受到 特別在坐飛機的時候阿 會感到呢 很不安全 自從這個 2001年阿 911這個事件發生之後阿 那整個世界呢 都充滿了不安全感 過去早年我們到美國去阿 坐那個國內的飛機阿 就像坐公車一樣 不要檢查什麼 連證件都不看的 接票一訂阿就上去了 那個送的人阿 還可以送到飛機再下來 現在呢 再去美國阿好像草木皆兵阿 每一個人 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 這個這個身上的東西都掏光阿 還從頭摸到腳阿 那這個是代表什麼 這個 意思呢就是 很恐怖的 沒有安全感 這些恐懼的事情阿 並沒有因為科技的發達而 減少 減輕 沒有 這樣的科學不是萬能的嗎 應該可以消除這些恐懼阿 但是呢 還是辦不到 這個就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 這個世界的和平阿 並 不是科學技術 發展武器 就能達到的 就是給我們說明這種事情 那好像這個科技越來越發達 你發展 你發展我也發展 你發展的這個很厲害 我發展一個比你更厲害 擁有高科技的武器阿 現在人的思維阿 他覺得阿 好像就有絕對的安全阿 好像我沒有發展這些武器阿 我就沒有安全感 我一定要發展這些 尖端的武器 才能保護我們的國家 國家 國家呢才能得到絕對安全 我看電視講阿 報導這一個阿 發展武器阿 希望自己國家得到絕對安全 我覺得這個講法呢 很不實際 有絕對安全嗎 你發展我也發展 大家都想得到絕對安全 答案阿 是沒有絕對安全的 還是有不安全的 現在哪一個國家呢 敢說他有絕對安全 如果絕對安全阿 一天到晚在研究那些東西 你現在發明一個很厲害的 那他又研究一個呢 比你更厲害的 一天到晚阿 就在為這個事情阿 憂慮与擔心 絞盡腦汁阿 就在搞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呢 富而不樂貴而不安阿 我覺得牢上講的一針見血 講得很簡單 那就是就把我們 現前人類的生活狀況阿 阿 這個這個 講得非常淋漓盡視阿 現在人沒有快樂阿 大家呢 你們有快樂嗎 我看呢 好像不太快樂阿 看臉就看得出來阿 以前我記得二十幾年前阿 我們牢上阿 那時候住在景美華藏圖書館 我們是在那個大樓裡面阿 一間小小一間阿 一個公寓室的阿 那牢上那個時候人家信眾供養一些錢阿 那他都會去一個 中小七月銀行阿 去存錢 那麼他去存錢阿 都會叫我跟他一塊去 去銀行阿去存錢 還有還有人家供養那個金塊阿 就是買一個保險箱 放在保險箱裡面阿 那麼我們那個經過一家那個美容宴 那個美容宴阿 就是銀行隔壁有一家那個美容宴 那美容宴阿 那有一些小姐阿 大概一二十個 那天早上阿 就排了一隊 他們公司的人阿 在好像早上在訓練他們 精神講話 精神講話就喊口號 那麼這個喊的口號 大概就是說 我非常美麗 我非常健康 喊到第三季阿 說我非常快樂 大家都一起喊 我非常快樂 喊到這一句阿 剛好師父跟我 從他們面前經過 剛好 師父他老人家聽到這一句阿 他說我非常快樂 我們師父說 真的嗎 那師父 給他們回應了這一句話 我在旁邊聽到 我會一直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啊 他們好像都裝得很快樂 但是真的嗎 真的很快樂嗎 這邊早上在喊很快樂 回家跟他老公就吵架了 那快樂在哪裡 這個孩子都不聽話了 快樂在哪裡 快樂在哪裡 所以 說真的啦 佛給我們講的話才是真話 妙法蓮法經 佛給我們講 三界通苦啊 三界就是 一界四界無死界 三界通苦 所以這個四聖地講 苦即滅道 地就是真實的意思 苦地 我們這個世間就 苦 苦是真的啦 快樂是假的 那個快樂過去啊 苦就來了 這個在經典上講 叫壞苦 苦苦壞苦行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 願真諱苦 無淫吃盛苦 三苦八苦 三界通苦 那以佛經的標準來講 那你在三界六道裡面 實在講只有苦 沒有快樂 那真正快樂在哪裡呢 在佛說阿彌陀經裡面講啊 極樂世界啊 無有重苦 但受諸樂 故名極樂 我們說普世界這些苦 他都沒有 聽都聽不到 那這個叫極樂 那個世界 沒有到極樂世界 在我們說普世界這個六道裡面啊 真的只有苦沒有快樂 那我們 好像啊 感覺也有快樂的時候 那個 樂過去啊 他不能永遠保持 那個 時間到了 苦就來 比如說我們家人 大家團聚在一起 那很快樂啊 享受天倫之樂啊 哪一天啊 生離死別啦 那麼苦就來了嗎 所以前面那個樂啊 叫做壞苦 也不是真正的快樂 這是以佛法來講 那我們現在呢 降低標準啊 不要講到用佛法這麼高的標準啊 就我們世間啊 六道裡面啊 人天善道 那比善惡道 要快樂 那是真的 從六道裡面來做比較啦 人天善道 人天善道 那麼在人當中 我們現在在人道 就 以人道來講 那人 一樣是人 有的人生活很好 有的人生活很苦 這個苦樂呢 差別也非常大 非常之多 實在講啊 我們 人一生啊 不要說有大富大貴啦 能夠平安啊 過個一生 也就是算 很好了 那麼我們 一般人啊 像佛法裡面講啊 要了生死出三界 脫離六道輪迴 一般人 要求這個目標的 比較少 一般人啊 還沒想到這個問題 大多數人啊 希望啊 求仁天福報 求現前啊 我們這個生活 能夠安定 能夠 七級必胸 消災免難 希望啊 有財富 有聰明智慧 又健康長壽 這個在佛法來講啊 叫仁天福報 這是 大多數人啊 目前他所要追求的目標 那麼仁天福報 很多人在求 現在台灣啊 也有很多寺院啊 他不提倡什麼了生死啊 他為了啊 符合啊 大眾的需求 這個比較有市場 這個市場比較大 那個了生死啊 沒什麼市場 沒有幾個人要了生死 求仁天福報啊 這個市場大 的確是這樣 那佛呢 在講經啊 他也恆順眾生 隨其功德 你還不想了生死 你只想得到仁天福報 那就先 給我們講啊 得到仁天福報 修學的理論方法 你不要光想求啊 求了你得不到 那就沒有意義吧 你求了那又能真的得到 那才有意義嘛 就像了凡世信講的 你求有意義得 那這樣才有意義 你求可以得到 那這樣才有意義 如果求了半天還是得不到 那個求就沒有意義 所以佛先講 求仁天福報的理論方法 教我們修學 如理如法 依教奉行來學習 必定得仁天福報 這個就有意義了 所以有一些試驗 提倡人間佛教 很多人去 但是呢 提倡人間佛教 如果 沒有依照佛經 包括這個儒道 這個經典裡面講的 如理如法來學習啊 求是求啊 還是得不到 我們看到 現前啊 社會上啊 中國外國都一樣 大富大貴的人啊 過去了 修了好幾生啊 起碼修了三生以上 根據我們敬老和尚獎 獎金獎了啊 五次我當皇帝 當皇帝的福報 比現在當總統 福報大 所以 要當那個最高領導啊 最好是當皇帝比較好啊 當總統現在 都被人家指著鼻子罵 那有什麼意思呢 啊 剛才我們洪委員講啊 這個 建立我們 理事長啊 其實 不要選舉啊 這個政治啊 這個現在這個這個民主社會啊 沒有沒有意思啊 現在的好人啊 都選不上的 真的好人選不上 那這個話也不是我講的 這是我看那個 倫理講記啊 過去台中聯社 李北南老局次講 他說現在孔子來選都選不上 孔子不但現在選不上啊 以前春秋藏國時代 他都選不上 沒有一個國家要重用他的 沒有一個知道說他很有學問 但是 對不起 不敢去用他 那孔子我們現在為什麼知道孔子呢 是得利漢朝啊 劉邦啊 劉邦建立這個漢朝啊 這個這個董仲書建立 這個漢朝啊 把這個孔孟 的儒家學說呢 作為啊 國家主流的教育 古時候從小就要念這個四書五經 十三經 主流的教育 一直啊 到清朝 一直到清朝 這個一兩千年啊 那政權啊 他要輪替 他要輪替 以前是改朝換代 現在台灣叫政黨輪替 那這個政權怎麼輪替 但是他這個基本的主流教育 他沒改變 包括啊 原朝啊 蒙古族 執政 清朝 滿族執政 那蒙古族跟滿族 那不是漢族啊 但是他們 執政之後啊 得到這個政權之後啊 他們都學習中華傳統文化 建立啊他們的王朝 也得到啊非常揮煌的歷史 那特別是在唐朝時代呢 是黃金時代 也是佛法佛金傳到中國 最尖峰時代 那個時候啊 越南韓國日本 都到中國來學習 學習這個 中國的盧氏道 傳統文化 現在呢 我們到日本去啊 日本的禮都是中國的古禮 蒙庭的古禮 建築啊 都隨唐時代的 那些試驗啊 都是隨唐時代的 所以這個 學習傳統文化 才能得到 才能得到 人間福報啦 佛光山啊 那有出了一個報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人間福報有沒有 啊 我也訂了一份 人間福報 你看了那份報紙 你就得到人間福報了 啊 不過看了那個還是 得不到的啊 還是得不到的 那怎麼樣才能真正得到 人間福報呢 在中國 鏡中十三祖 印光祖師啊 他一生啊 提倡三本 善書 一生當中信眾供養他的錢啊 他大部分啊印這三本書 其他大臣經典他印的有限很少 這三本啊印的最多 其他呢就是有災難啊去救濟 其他呢就是有災難啊去救濟 這三本書啊第一本就是了環世訊 明朝啊 那炎了環先生啊 他 改造命運的經驗 理論方法 寫成一本書 四篇 立命之血 改過之法 積善之方 謙德之效 四篇 那炎了環先生呢 他寫這四本書呢 他當時啊 並不是要流通到外面的 是要教育他 他的子子孫孫的 所以他原來這本書的名稱叫 炎了環先生家庭侍訓 這對他們家裡的 家族的 這個子孫的一個 教訓 就是把他這個 改造命運的 原理原則 理論方法 寫在這四篇 寫在這本書啊 教他下一代的 那麼一直流傳啊 流傳到 民國初年啊 我們運主啊 大力提倡 大家才知道這本書 那這個 後來這個我們牢上啊 也這個 請人發心啊 演那個聯繫記 聊完詩信 大家看過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 要看過的幾首 喔 還不少 請放一下 那個好像二十幾集吧 但是我演的那個 引古禪師你們看過嗎 沒看過 我怎麼去演那個呢 我也不會演戲啊 是到北京陳曉峻那裡啊 有一次啊 我去看病 然後呢 那時候他剛認識老婆上 01年的時候 他正好要拍了完詩信 我到北京啊 去跟他聯繫啊 他就請我吃飯 然後呢他說 哎呀我們正要拍了完詩信啊 無道法師你要當引古禪師 我說我不像啊 因為我也不會那麼老 他都那個那個服 什麼服子連一連啊 弄老一點就可以了 後來我說不行啊 就問老婆上啊 我說這個這個又不是 我是法師又不是演演啊 我不會演那個 他說沒關係啦 我們來教你啊 後來他就打電話去問老婆上 老婆說好啊 那你就教武道法師去演喔 我被弄的 我去那邊那個那個 那個演戲那邊啊 弄的這個 連這個什麼眉毛 那個哇 穿著一個擺納衣 後來演了之後呢 給老婆上看 老婆上不像遠古禪師 還是像武道法師 也蠻好玩的啦 所以那個就沒有流通了 才現在好像美國那個 京東協會 養護法師 還特別要像 要那一片 我說這個 很珍貴的 不能隨便流通的 啊 那麼這個了凡事訊啊 是映祖第一部提倡的 那第二部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啊 要跟大家一起學習的 太上感應篇 第三部就是安事前書 安事前書 那這個安事前書 那這三本書講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講因果教育 教我們啊 認識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認識之後啊 努力的斷惡修善 那我們命運就改了 就像佛經上講的 求富貴得富貴 求官位 求官位得官位 求長壽得長壽 求兒女得兒女 你要求什麼 都可以求得到 依照這個去修學啊 都能得到 真的不是假的 了凡先生啊 他就 現身說法 做給我們看 那現在呢 我們老和尚啊 他修得 比了凡先生啊 更殊勝 也是依這個三本書的 原理原則去修 所以我們敬老和尚啊 剛開始基督佛法 到台中聯社跟李老師學經教 他第一個認識就是 朱敬座老居士 那朱老居士是浙江啊 夜清人 浙江夜清人 這次啊 夜清有個居士啊 海燕啊 要帶他女兒來 結果昨天啊 颱風不能來 看他明天啊 後天能不能來 夜清的 那朱老居士呢 那朱老居士呢 就 第一本書 就是把了完詩心啊 介紹給我們 牢上看 他看了呢 很受感動 依照啊這個 來修學 所以他改造命運的 書聖啊 遠遠超過 袁了凡了 因為袁了凡 孔先生給他算命 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 八月十四日醜時 要壽終正前 在自己的臥室啊 過世了 在哪裡過世 幾月幾號 哪一個時程 都把他算準了 後來遇到引古禪師啊 知道這個 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 依教奉行 他壽命延長啊 原來五十三歲呢 他延壽二十一年 佛道啊七十四歲 延壽二十一年 原來呢 孔先生給他算了 他沒有兒子 後來有兩個兒子 以後也都做很大的官 原來呢 只能當四川啊 一大野在很偏僻的地方 當個小縣長 後來呢是當到保底之縣的縣長 大家有去過北京嗎 北京旁邊啊 我這一次到盤井去做三十七年 從北京坐車做到遼寧盤井 經過一個叫保底 就在北京附近 就是以前啊 明朝啊 顏了凡先生就在那裡當縣長 以前是保底縣 那以前保底縣啊 就等於現在那個北京市長 他同樣是當縣長 但是不一樣啊 那個這個層次高了 改造命運 這是了凡先生 另外一個余靖義工先生 也是同一個時代的 他年紀比了凡先生大 遇到趙神啊指點 那了凡是遇到雲古傳師指點 那我們師父上人啊 敬老和尚啊 是遇到方東美教授指點 遇到張家大士指點 遇到李北南老基士指點 遇到三個老师指點 他的壽命啊 給人家算啊 四十五歲 那獎金啊 常常講 我們洪委員常常聽 應該都聽過 他說算命先生給我算四十五歲 就死啦 那麼他兩個同戒 就是 童年了 出家 一起去受戒的 兩個戒兄弟 他們三個人是童年 也一起去給人家算命 都是 不過四十五歲 那我們敬老和尚啊 他也很相信 因為他們家族啊 我們現在人講基因啊 他們家族啊 像他的伯父 他的祖父 他的父親 都是四十五就走了 所以算命的算 他毫不懷疑 他們家好像有這樣的遺傳 他就很相信了 他就很相信了 後來這個果然應驗了 他那個兩個借兄弟啊 一個二月走了 一個五月 那麼我們師父上人 他是七月 生了一場大病 那麼他那一年啊 我是十九歲 聽他講經 我聽他講經那一年啊 我小 勞上二十四歲 小他兩輪 所以我十九歲 聽他講經 那一年他四十三歲 我二十一歲那一年 聽他講經 他四十五歲 那一年啊 他生病啊 是在基隆啊 十方大爵士 講楞言經 我記得啊 很清楚 講楞言 我跟我弟弟去聽經啊 聽了三天 再去聽啊 那個試驗的法師 法師沒有來講經啊 很奇怪 怎麼講一講 突然不講了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經過一個月之後啊 我們又聽 接到消息 在台北車站啊 對面的一個禮業壁講堂 繼續講經 後來聽師父講講 他生病一個月啊 算命先生說 那四十五就死了 他兩個借兄弟啊 一個二月走的 一個五月走的 他七月生病啊 就輪到他啦 他覺得啊 醫生只能醫病 不能醫命 命沒有啦 神仙也沒辦法 他就只有放下萬年了 一心念佛 後來病了一個月啊 又好了 又繼續講經 所以他學習講經說法 延長了他的壽命 這是台中李炳南老幾次啊 看到學生當中啊 那個面相比較薄浮的 我建他學習講經啊 我建他學習講經啊 改造命運啊 比廖環先生快 我把這個 聽到的這個心得啊 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 發心啊 來講經 我剛才發現了 我們洪委員啊 來講經也非常好 這個 講經說法呢 在家出教都可以發心的 在家人啊 就要受個菩薩戒 這樣講經啊 就不會給人家說白衣說法啦 以前李炳南老幾次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理事長也可以講啊 理事長 口才大家都比我好的 這個這麼笨的都 都敢上台了 大家沒有一個人不能上的 希望我們年輕的同學要發心 那 今天大家講經啦 講這個 學講經啦 學傳統話 講經啊 我們是講給自己聽的啊 這個第一個受益的是自己 好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比如說你上台來講經 你不會打瞌睡吧 你像我這邊坐在那邊 我能在這邊打瞌睡嗎 你們眼睛都看著我 我想打也不好意思嘛 對不對 那你坐在下面就不一樣啊 下面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想要想的事情 然後稍微 這個這個 夢見周公一下 這個都沒問題的嘛 但是在台上就不行 所以台上的人啊 受益會 最最好的 所以鼓勵大家上台練習啊 特別我們年輕的同學大家發心 因為這個三教的經典啊 要人發心來講來修 這樣才能傳承下去 這些都是不管什麼年紀啊 大家要同共發心 來弘揚這個傳承文化 所以我們老上啊 他一生修給我們看啊 他講經說法啦 做財布施 法布施 五位布施 他現在那個元壽啊 比了完先生殊勝 他今年九十一歲 九十一歲 九十一歲 那現在還要 這個這個 提倡啊 學習傳統文化 提倡學習傳統文化 提倡學習傳統文化 所以往後呢 他老人家的壽命啊 會更長 得佛力加持 那這是我們老上他一生啊 改造命運啊 學講經說法 這個是李秉然老基是教的 就是這個是最快最俗稱的 這是我們現前這個時代啊 一個佛生生的 改造命運的一個典型 那麼 大家也不要擔心啦 那個 那要出家啦 這個這個恐怕 有困難啦 這個也 不一定要出家的 不一定要出家 當然啦 你要出家我也不反對 那不一定要出家 也不要怕啊 不管在家出家呢 都可以來學習佛法 如是道都可以學習 都有責任跟義務啊 來學習 來弘揚 來傳遞給下一代 傳遍到全球 那麽講到這個三本書啊 就是講因果教育 改造命運 那麽為什麽 這個運光祖師一生 這三本書提倡最多呢 沒有提倡大臣經教呢 大臣經那麼多 因為我們要知道啊 印竹出生在 什麼樣的時代 就是清朝末年 民國初年 這個時候呢 已經 漸漸啊 放棄啊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 學習了 一直啊 一直啊 向西方來學習 向西洋文化來學習 特別是學這個科技 自己祖宗的傳統文化呢 都不學了 那麼不學 這個 儒道的這個傳統文化 你要來學這個大臣佛經啊 實在講啊 沒有基礎 佛在經典上也講 在佛藏經也講 不先學小臣 嗯 就學大臣啊 非佛弟子 那不是佛的學生啊 好像啊 我們讀書啊 你沒有讀幼稚園小學 一下子就讀大學 那怎麼讀的畢業呢 他沒有基礎嘛 那佛法修學是一樣 沒有人天小臣的基礎 一下子學大臣佛法 學了一輩子 還是不能成就 不會畢業了 當時啊 就是這種情況 那麼我們 如果 不寫小臣經 要沒有儒家道家這個 人天善法的基礎 一下子學大臣佛法 真的是有困難 不能成就 包括我們念佛法門 也不例外 你看啊 淨土三經 之一的 這個佛說觀無量受佛經啊 淨業三福 就把這個修學次第啊 對我們說得很清楚 佛還沒有正式啊 給韋提西夫人講這個十六觀法之前 啊 持相念佛 觀想念佛 觀相念佛 慈敏念佛 還沒有跟他講這個十六觀 先給他講 先修淨業三福 那這個靜業三福啊 修好了 十六觀 任何一觀你都能成就 沒有這個三福的基礎啊 那哪一觀都不能成就 這個三福第一福就是 效仰父母 奉仕師師長 慈心不殺 修實善念 啊 那麼這個是人天福 人天福報 要得人天福報的 根基 基本 那這個靜業三福第一福啊 我們敬老和尚這幾年啊 提倡的 儒家的弟子歸 道家的太上感令天 佛家的十善烈道經 以這一個 三個根啊 具體 落實修學 淨越三福第一福 第二福呢 就是二臣福 效成 超越六道的 受辭三歸 居足仲介 不換歸宜 從三歸一開始啊 都佛門要三歸一 現在很多人都歸一啦 但是依照這個三福的標準啊 條件 我們要受三歸一呢 必須有低福的基礎 低福及格啦 那才能受三歸一 現在呢 我們也都沒有 不也都歸一了嗎 歸一啊 這個 只是有名無死 有名無死 所以現在歸一啦 我們老上還是要求大家 要補習 前面啊 第一福的功課 因為三歸已經是第二福的第一句了 受辭三歸 居足仲介 不換歸 第三福呢 才是大臣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深信因果 讀誦大聖 欠盡行者 大臣菩薩 那我們現在呢 必須有低福的基礎 最基本的啊 那感令篇啊 是屬於第一福 是屬於第一福 那麼感令篇啊 包括了含世信 安事前出 啊 這個都是講因果 講因果 因果就講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啊造善 有什麼是善報 造惡有什麼惡報 啊 善惡 抱怨 絲毫不少 啊 就是 學習這一個 那麼 了含世信可以說是理論方法 啊 安事前出 啊 引用三教的經典啊 來註解一篇 文昌帝君英字文 我們大陸的同學呢 看到文昌廟的同學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啊 住在上海的應該看過啊 那上海有沒有去過上海城隍廟啊 有去過的幾首啊 好 那上海城隍廟啊 有文昌帝君的 裡面有供文昌帝君 然後 供一個官公啊 官聖帝君 一文一武 那在台灣文昌廟就很多了 大家到龍山寺啊 去啊有文昌 有供文昌帝君 在台灣的 公廟啊 共文昌的很多 特別要 考大學啦 高中聯考啦 我有一次到那個 萬華龍山寺 看那個文昌廟那個桌上啊 影印了一堆準考證 影印了 那個父母啊希望啊 求文昌帝君幫忙啊 幫他的兒女啊 考上好的學校 但放上去有沒有效我不知道啊 那我每一次去看啊 看的就也非常感叹 啊 現在這個廟都在 啊 真正 懂的人 不多 要知道去拜 那每一尊神啊 都有他教育的意義啊 文昌帝君啊 我一看啊 我就想到文昌帝君英字文 他在文昌帝君叫我們怎麼修怎麼學啊 你沒有照他這個教的去修去學 你一直拜 我看那個 印了那麼多放在那邊 大概也沒有用 啊 啊 這個就是因果教育啊 啊 因果教育啊 啊 我們 學習這個因果教育 那麼太上感應篇呢 可以說是一篇天麗啊 他是一篇天麗 一條一條的 啊 這個天麗呢 他是自然的 他是自然的一個感應 這個 我們這幾個課啊 也都會不斷重複跟大家提醒啊 他是自然感應 那天我在網路上啊 還有看到那個 那個 幽明問答路 在民國初年啊 有一個李 好像李肅先生啊 他是在陽間 在好像在法院上班的 那陰間啊 到冬月大帝那邊去 這個幫助啊 協助這個 這個 判官的 好像張太元 先生一樣 在 我在 每一年都到我們這個司法院啊 去做三十訓練啊 法院那邊做三十訓練啊 我就給 法官講 說我們陽間有法律 陰間也有法律 那陽間這個法律呢 有漏洞 還可以法官啊 自由心正 陰間就沒有了 陰間就沒有漏洞 也沒有自由心正的 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所以他是自然的一個感應 所以他的判決啊 絲毫不爽 絕對不會冤枉人的 我們這個陽間會冤枉人 陰間不會冤枉的 那個網路啊 我想啊 找出來啊 給我們同學大家分享 分享 他是揭露的 以前那個書啊 早年在四十年前 我們圖書館就印過了 那叫幽名問答路 問一些陰間的事情 啊 現在很多人說 哎呀 那個鬼神迷信啊 沒有科學根據啊 但我覺得那個 我們親親臉見到的 親 親臉見到的 親自接觸到的 都是如是我聞的 我覺得這個很科學啊 怎麼會不科學呢 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但是呢 的確是有這個事實存在啊 我們沒有辦法去否定的 佛經講得清楚 道家也講得清楚 儒家也有講 那佛是講得最詳細的 那我們 一定啊 要相信佛鋪法 聖賢在經典講的 這個都是事實真相 絕對啊 不是迷信 當然啊 我們也不能偏離經典啊 自己去編一個 那是不對的 不正確 那是迷信 那經典啊 它是事實真相 那不是迷信 所以鬼神的事情啊 切有其事 我從小啊 跟我母親啊 去廟裡拜啦 去問那個鸡童啦 那常常有聽人家講 那鸡童是假的 有假的也有真的啊 不是全部假的 也不是全部是真的 有真有假 所以跟我母親常常去接觸啊 那個真假我都看得出來 有時候人家在造假 你也不能去 去給人家露氣啊 去擋人家財物啊 跟人家結言也不好 反正各有因縁啊 那真的很多 根據我跟我母親去接觸那些夫妻的 那不是專門在夫妻的 有一些是 那些 企業界的老闆 他自己不願意去的 然後那個神要抓住他 他就一直跳跳到那個廟裡面去 他說不是我要來的 怎麼跑到這邊來 那是真的 那這個我實驗過的啊 如果有時間啊 再講故事啊 講這些親身的經驗啊 為什麼我講這些親身經驗呢 因為我們讀到感應篇啊 什麼三台北斗神經什麼神什麼神啊 我們大家會比較有信心 那講到神啊 哎呀他迷信啊 沒有科學根據啊 這個 也真有啊 所以感應篇啊 像一篇天理 所以這個了完世信啊 太上感應篇啊 這個安世前書 都是講因果 因此啊 我們這一次的講座啊 我就選擇這個太上感應篇 那麼這個太上感應篇啊 我還沒有出家呢 四五十年前就 老婆上就是在提倡 那個時候還叫我們要做早晚課 那時候我也 不太 重視這個 那個是喜歡啊 聽師父講大經大論 聽任言經啊 聽華言經啊 聽華言經啊 言結經啊 這些大臣經典啊 聽得津津有味 但是做不到啊 但是很有興趣是真的 那對這個 那對這個 哎呦這個 我們學佛還在學這個幹什麼呢 當然啊 也 師父講的 我們也 不能去反對 總是啊 也沒有認真來學習 這個是真的啦 沒有認真來學習 總是隨著師父啊 師父講什麼經我們聽什麼經嘛 啊 對這個基礎的啊 這個因果教育的 這個課程啊 沒有 去落實 沒有認真去學習 那麼到了現在呢 晚年啊 年紀也越來越大了 啊 覺得呢 哎呀 這個 過去老上講的這個是真話 我們沒有這個基礎啊 學大成教啊 真的是 有障礙 有困難 現在在看這個 跟以前年輕的時候看 那個感受大大不同 啊 諸位同學啊 以後都會有這個經驗 你現在讀 的感受 跟你以後 再過幾年 甚至呢 不要幾年啊 幾個月以後 一年以後 你再來讀這個 感受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 經這個課啊 我們要 上多久呢 如果根據我們老上的原則啊 一門深入常識心修啊 一門深入常識心修 那我們要長時間來學習 所以我們這個講座啊 實在講啊 每一次啊 都學這個東西啊 就比較有效果 啊 如果換來換去啊 可能效果就不好 啊 你換一個別的這個又忘記了啊 啊 所以還是要常識心修 那麼 這個也是要依重靠重啊 大家有這個意願啊 來學 我也會跟著大家學 如果大家沒有這個意願 可能我也又 跟著你們一樣啊 又學其他去啦 那也就效果 不好 還是要常識心修 一門深入 這個老人家講的是真的 好 我現在呢 感受越來越深刻 所以希望啊 我們 常識來 先來學習啊 我們這個 課程啊 延滿這個五天啊 那往後啊 我們 要怎麼樣建立一個學習平台啊 這個也是我們往後大家 常常啊 透過這個網路資訊啊 大家來 來 互相的 提醒 互相的 勉勵 來一門深入 常識心修 好 這一次我們也是有一些這個 有 因為第一次在建坂辦啊 我只辦了五天啊 那大家 大陸來的同學都回去啊 那時候我覺得 哎呀 對大家不好意思 應該啊 多排一天啊 大家去旅遊 那這一次啊 有增加一天啊 大家去旅遊 那這一次的時間啊 也都有排定了 但是呢 我還是爭取啊 看有沒有空檔 我現在在我的俗家呢 序子啊 我已經掛了一個名啊 序子拱北殿的住持 那是道家的道場 這個廟啊 已經一百多年了 這個廟的開山第一代的是 福建秦州來的一個 一個人發信的 後來第一任的主持是出家人 所以那個廟啊 先公廟啊 吃素的 他們是一百多年都吃素的 後來有在家人當主持 現在呢 輪到我 我也想不到回去先公廟當主持 那那個先公廟當中共李洞賓 這邊釋迦摩尼這邊孔子三教 好合我們這個盧氏道啊 我真想帶我們同學去上上香 那邊非常清靜 那邊叫拱北 木柵那個叫子南 他是從子南宮分一個香爐過去 叫拱北 那個拱北很清靜 平常沒有什麼信眾 所以有一些同修啊 我會帶他們去上上香 很清靜的 成立一百一十多年啊 我也在那邊辦了一個地址規啦 感命篇十三頁的講座 辦了幾天 現在每一年啊 去做一次法會 看看有沒有時間啊 有時間啊 大家去逛一逛啊 覺得不錯啊 附帶在這裡跟大家 報告的啊 好 那麼這個三本書啊 應主一聲提倡 我們牢上啊 也接著一聲提倡 我們跟著啊 這些主師大德的 教導啊 來學習啊 就不會錯了 不會走錯路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是到幾點 還有 八分鐘 還有八分鐘 那現在呢 大家用的課本啊 因為這個 太上改靈篇詞講啊 這個是 觸音啊 是波波摸的啊 這個大陸的同學 應該是看不懂這個 不過這個字 大家應該都能 看得懂 能夠念 另外這一本是 太上改靈篇的淺解 這一本是淺解 就是比較淺的介紹 這是茅蒂岩基斯 傳述的 漢語拼音 這用漢語拼音 那大陸同學就 同學看得懂 那這一次呢 我們是採用啊 這個指講啊 大家呢 同學如果深南志啊 大家查一查這個 茅蒂岩基斯這本 茅蒂岩基斯這本 大陸來台灣的 但是他以前 出的也是一樣 波波摸摸 現在是這一本啊 有 住漢語拼音 方便我們大陸同學啊 來 閱讀 那我們採用啊 應光大師跟李炳然老基斯 提倡的這個指講啊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 時數不是很多啊 如果講那個 比較長的時間不夠 那我們採用指講 那麼這一本是自憑保健 又叫太上保性促解 自憑保健 這個原來啊 這個木科版的 就叫自憑保健 這個自憑就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保健 那裡面的內容啊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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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感令篇 文昌帝君 音智文 還有觀聖帝君 傑士卿 還有 福佑帝君 心經 福佑帝君是誰 大家知道吧 觀聖帝君 大家知道吧 文昌帝君也聽說過了 那福佑帝君是誰 大家知道嗎 知道的請棘手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我剛才講的仙公 李洞斌大家聽說過嗎 八仙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我現在呢 也要弘揚八仙啦 因為現在 特別是台灣的年輕人 可能對八仙都不知道 好 這個福佑帝君心經 就是李洞斌講的 後人給他做注解 所以這 這一本他有四部 太上感令篇 文昌帝君 音智文 這個 觀聖帝君 絕世經 還有福佑帝君心經 這個 智平寶劍 這個木科版的 民國十七年印的 那這一本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們這一次講的課 就採用指講 印光大師 跟李北南老居室做的戲文 這本做 做我們講解 那大家呢 大陸的同學如果生男子 可以對照這個 太上感令跟前節 這個注音 所以我們 晚上還有一堂課 就是晚上還有 那個下午 唐老師會來嗎 我是晚上的 我是早上第一堂課 晚上最後一堂課 是早晚課 所以 早課念一遍 晚課念一遍 那麼現在這個 太上感令篇 這個智平寶劍 前面有 這個 請大家翻到這個 翻到太上感令篇 觸解 翻到第九頁 這個言文 言文第九頁 第九頁 大家從這個 我們練到這首記 我們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 我們練這個 太上感令篇 太極真能佔約 下面呢 有三首記頌 我們一起來念一念 有沒有看到 第九頁 這個智平寶劍第九頁 這一頁 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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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平寶劍第九頁 那旁邊的頁碼是五 我們看下面這個 阿拉伯字 數字這個第九 好 好 我們來把這個句 大家一起來念一念 好 大家跟著我唸 太上感應篇 大家一起唸 好 那麼我唸一句 大家唸一句好了 太極真人佔約 太極真人佔約 太上垂訊 太上垂訊 感應之篇 感應之篇 日誦一變 滅罪消遷 滅罪消遷 授此一月 授此一月 葫蘆迷奸 行之一年 七祖身天 九行不代 授命長延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名列諸仙 好 那麼這一首句 我們最好一天練一遍 這個道家呢 他的目標是修仙 成仙 這個感應天文裡面 後面會講到 你要修天仙 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 你要修地仙 要修三百件善事 他的目標修仙 那我們要成佛啊 也是要有這個 基礎 我們要有這個基礎 好 那麼這一節課 時間到了 我們 就 下課 休息 用五齋 我們今天的五齋 可能 沒什麼菜 昨天 我們一公給我們講 颱風天 可能只能吃麵 那現在呢 我們可能 能衝擊就好了 我要請 王老師去買泡麵 不夠的話 大家 相救相救 好 祝大家 禅烈為食 華喜充滿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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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請起立